可能如果那个男人跟你说 我今天不好被老板骂 这就是他已经打开他的心房 他已经对你有一种信任 如果一个男孩子 回答不出这三个问题的话 他就是not ready 真的可以回答出这三个问题的时候 发现他是会ready的 到底男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当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对方有一个 错误的一个认知 那我们对这些对方 有错误的认知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很难去建立 大家深层的关系 谈恋爱跟娇娃 是一个互相疗愈的国产 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Let's Be Real Podcast 那今天的Let's Be Real Podcast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 我跟Allen的一个共同好友 然后这位同学 这位朋友他叫做Cowen 两者很年轻 Cowen他是一位企业战略故事家 他帮助企业说出他们的品牌的故事 他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演讲者 高影响力培训师教练和策略沟通顾问 他曾经在世界各地超过12个国家演讲 那培训和演讲的观众已经超过42千人 那这些培训的客户来自多个行业 如制药行 金融各地 银行 以及政府机构 其中包括PayPal 美国运通 花旗银行等这些知名的企业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Podcast主持人 他的Podcast叫做The Whole Hearted Podcast 那我们正式的欢迎Cowen 哈喽 欢迎Cowen 哈喽 欣慌老师 Alan老师 非常欣慰 非常荣幸来到了你的这个博客 对不起啊 Cowen看来打断你 其实我们邀请到Cowen来 Cowen是我们的这个Podcast里面 少数的男性嘉宾 其实我们首先要非常非常地感谢Cowen的到来 因为对于这些感情的话题啊 不是每一个男人都很OK的来去分享 因为是很私密的 对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Cowen 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很大方地来到这里 跟大家坦诚地分享自己的感情故事 谢谢Cowen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也会因为Cowen的这个故事 真的 收获很多 对 真的 真的 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哇 这些问题真的是很深沉 女孩们一定可以从Cowen的分享当中收获很多 非常荣幸 好 那第一个呢 我们想要了解的呢 就是Cowen对于你而言 你觉得男性呢 在追求女性的时候啊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他最容易被什么样的事情 感到受伤害呢 哇 受伤害这个字 讲的是比较重了一点啊 可是说可能他比较害怕 我先说说他比较害怕什么啦 我觉得男生呢 最害怕的就是被拒绝 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个本性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要受到认可 所以如果害怕被拒绝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处于在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想要跟女生打三的时候呢 可能他会比较紧张 紧张起来呢 自然而然啊就会被拒绝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男生他们 而且是现代的男生啊 现代的男生 万万他们乐意的时候啊 会打打游戏机啦 去看电影啊等等 这些比较不需要去跟人家沟通 去跟人家交流的 所以可能他们这个跟人家交流的这个语言上啊 或者是这个交流上的这些软技能呢 可能需要大量的提升 所以可能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自信呢 没有那么高啊 可能对自己的这些软技能有质疑的话呢 他们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比较 不敢去跟人家交流 不敢去跟人家打算 所以第一呢 最重要就是要突破自己 是耶 其实郭恩讲的对 就是男孩子 因为我也是有这种经历 之前啊 在追求其他女孩子的时候 还不是你的时候 追求其他女孩子 其他女孩子 自己自己爆料自己啊 就是 没关系啊 我们来世纪是很真实的 被拒绝的那感觉真的很不爽 我记得我那时候 跟那个女孩子告白了之后 然后那女孩子讲 我觉得还是读好书先啊 还是什么 就是很婉转的拒绝 我记得我的那个心是 沉的 会feel到那个心是 借了下去 对 所以我觉得郭恩讲的对啊 然后我也很赞同 就是男孩子在追求女孩子的时候 很害怕被拒绝 我觉得郭恩还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尤其是现代的男孩 对 因为我们的时代在转变 然后我们面对科技 有可能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人 的机会更多 我们现在习惯了 从小我们就开始用WhatsApp啊 就开始用Telegram啊 这些社交媒体 对 来去跟别人沟通 对 我们很少当面的 面对面的跟别人交流 所以这会导致更多的现代男孩 他们有这个困扰 无法跟女孩子直接 面对面的交流 对不对 对对对 的确是一个障碍啊 因为以前的时候呢 可能说 不要说我们父母的年代 说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已经不年轻了 可是我比较在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用这个 这个网记网络 可是当时呢 我们没有这些所谓的Dating App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要去认识异性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一些交流啊 跟朋友出去聚会啊 参加活动啊 对 参加一些这些 对这些社交活动啊等等 所以也是要 也是要培养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信心 这个去壮胆 去跟 跟女生交流 可是现在如果可以在 这个Dating App上啊 发发一个DM啊 就是来回这样的话 互动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个 这个比较这个 练习 练习 对对 没有这个比较 亲密的这些交流 对 所以很多女孩子啊 就是来到我们的课堂上啦 她们跟那孩子出去之后 她们都有一个 很时常会说这句话 就 为什么在线上啊 明明聊得很好啊 讲话啊 蛮OK的 但是去到现实生活 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是两个样子了 就差别好大啊 现实跟这个现上 它差别好大啊 话说白了 就是我说 刚才就是处在一个 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吧 如果你 你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啊 你根本是不能去 呃 唱所意愿 去发挥 去发挥自己 没有 不可以比较 呃 自然 舒服的去 去表 表现自己 就是因为在 Text在信息上 Messaging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 可能问一个问题 那男孩子觉得很紧张哦 他会 诶 我还有一点时间 你还可以时间 思考一下 去上个厕所 去喝一口水 然后才reply他 但是在面对面的时候 就是直接on the spot 直接的反应 因为现在有这个人工智呢 改次会会更加的空度啊 可能如果男生不懂的 讲究回应的话 可以用ChatGBT来 Oh no 帮我回答 这一个女孩子的问题 这女孩子问我这个问题 就够办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 可能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模式 可能会变成 夜来夜 怎样讲呢 比较消极 比较消极 比较没有那种积极的这个态度 去跟女生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些 这些推 这些怎样讲 趋势呢 会造成男生更需要呢 花时间 花功夫去提升他们 去充实自己 去提升他们自己的软件 对 其实我们很 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一些男性的思维 其实是为了要让女孩子呢 更多的去了解 到底男人啊 他们是怎么想的 因为男人跟女人完全来自不同的世界 当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对方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 那我们对这些对方有错误的认知的时候呢 就会让我们很难去建立更加深层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因为时代的转变的关系 然后我们人际关系的这个交流的模式 也在不断地改变的原因 导致男生可能自信心会越来越低 所以对于一名女人 我觉得给予机会是很重要的 就是给予男人多一些机会 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跟你出来约会 可能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懂得怎么样跟你沟通 他还不懂 他的这个软件还没那么强像扣文書说的 所以给他多一些机会 让他去壮一壮胆 慢慢的他会有信心之后 他自然就会变得比较自然了 嗯 嗯 对 那苦问 因为你自己本身呢 也是一名我觉得事业非常有成的男人啊 那作为一名优秀的男人啊 很多的女孩子呢 都会在想的是 很好奇的事情啊 作为一名优秀的男人 他们怎么样选择自己的伴侣 他们在挑选伴侣的时候呢 有哪一些 特点是他特别的关注的 他特别的会去挑选的一位女性 哇 这一点呢 我就不可以代表所有的男生说了 可是可能比较 对你自己的立场的话 对 比较整体 我就不能说 可是比较具体上的话呢 我 我看了就是一个女生 最重要就是要十里三娘 十里三娘 对对对 第二呢 也是可以一起玩的一个 一个人 我觉得非常重要 对 因为有些可能 他们有些时候 在工作上啊 压力很大 所以有些时候 他们往往会把工作的这些 这些思维模式啊 或者他们的态度啊 带入这个 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这样的话就可能 没有那么好玩了啦 这样就是 没有那个探险的这个精神 没有那个 可以去 去 对 对世界的这些 信息 有一种好奇心 我觉得那是非常的重要 你说的玩 或者是你说的那是探险啊 对 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本身不是个 很喜欢探险的人 我不喜欢好像说啊 去去做什么 这个paragliding啊 sky diving啊 或者这些 amusement park等等 就是我不喜欢做这些东西 这些过山车 这些 我是基本上不会做的 口温 我也是 high five 对 所以我不是个很探险 我去坐过山车的时候 我直接跟他翻脸 因为是他逼我去的 我下来我直接翻脸 因为我真的太讨厌了 可是我跟你分享 我自己的经历啦 因为我本身认为 我跟我的妻子呢 我们首次谈恋来的时候 我不喜欢去 好像吃饭啊 看电影啊 我觉得这太不便了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处在一个 比较尴尬的这个状态 好像如果吃饭的话 你面对对方 你要讲些什么 你要谈些什么话 所以我 我只要去测试 如何那个女生 也是喜欢探险的话 就是我第一个业会呢 我们就去这个improv 这个即兴演出 哇 就是一个两钟头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即兴演出 我们就是可以去尝试啊 就是在一个没有 没有这个做好心理准备的 这个场景下呢 我们如何可以去 发挥自己 那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自然而然会 谈入出你最脆弱 最真实的一幕 所以我上台的时候 不能讲些什么 这样的话呢 你也是看得出那个女生 她有没有这个探险精神 第一 她肯不肯玩 然后第三呢 就是如果她犯了错呢 她会有什么态度 如果她犯了错 可能把自己的这个 就是说一直在鞭策自己 而她放不开的话 这样就也是 交往起来会比较难 可是如果她 就算上台说不出话 不用紧啊 她可以笑自己 可以原谅自己 可以轻而易举的 把这个东西带过 这样的话就看得出 这个女生真的是还不错 然后呢 我们做了那个活动过后呢 我们才去吃饭 这样的话 我们吃饭的时候 话题也是 就话题这样的 所以第二个约会的时候 我们去这个art jamming 就是去画画 去做这个painting 所以我也是 我的painting的功夫 非常的早 所以她一直在笑着我 她说 你画狗是这样画的吗 狗画不像狗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就 我们两个人就有 破冰的这个效应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love at each other 我们可以互相 互相计较对方 这样的话就 在这种场合下 我们就比较舒服 比较自然 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你说的是 你比较想要的是 一个可以陪你探险的一个女孩子 那相反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那些特质是 对对对 就是我也想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她有讲过 她的感情很丰富 有谈过很多的恋爱 所以你见过 蛮多的女孩 那你又相反的 你会认为 哪种女孩就反而是 完全会让你 no no turn off 没有吸引力 你感觉没有吸引力的 这样就是说 可能她 她的心怀比较狭窄吧 她就是说 她对世界的这些事物 没有这个好奇心 所以她只是 她没有生成的逻辑思维 她只是说 我工作上 我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的个人 我的个人生活 我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非常的 注重于她每天 需要做的东西 这样 可是对其他的 这些未知的东西 她没有这种好奇心 她是没有这个 不是说探险 就是说 想要不断成长的那种 不断成长 对有一个成长性思维 对 成长性思维 对对对 我觉得 成长性思维 也是 而且好奇心 是一个 上进性的一个前提 对 说的对 对 所以看起来 你可以 虽然不是代表 每一个男人 但是对于一个 优秀的男孩 其实他们也会 希望找到一个 和他们一样 拥有不断成长的 那个心态的一个伴侣 那这样子 在接下来 就是可以再继续的 跟他在一起之后 继续探索 然后成长自己 就是把自己 经济得更好 这样子的意思 对啊 其实我们 有些时候 往往不了解的 就是 我们以为谈恋爱 就是仅仅就是结婚 生孩 不一定 不一定是这样的这种 比较 practical的这种 就看他 不是为了那一个仪式 不是为了那个传统 对 对对 因为可能谈恋爱是短期的 可是结婚啊 婚姻啊 是个长期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们可以 一起不断地成长 互相充实对方 不断地激励对方 这样的话 你们的婚姻 也是才比较灿烂 对 所以你们才可以 带出彼此的最高潮 对 对灿烂的那一面 Wing out the best of each other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对 其实前提也是要自我认知 无论是男生或者女生 最主要就是谈恋爱之前 要对自己有一种自我认知 自我意识 self awareness 所以如果你的自我意识不高的话呢 这样你会比较迷茫 所以你在迷茫地追求爱情的话呢 你不知道你需要找的是什么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可能有些男生 对你有些兴趣 那你就觉得 哇 我受到了认可 你就开始容易陷入这种 这种谈恋爱的这种状态 他们有一个网络词汇 叫做恋爱脑 恋爱脑 很容易的恋爱脑 就是当你没有自我意识 别人对你可能表现一点点好感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陷入下去 对 你觉得哇 这个人就是一切了 这个人就是那个对的人 可能他只是做了一点点 很微小的事情 或者他同时间也对每一个女孩都这样 但是你就很容易的去陷入进去 对 这非常重要 因为你也是要对你自己的 这个个人这些 这个标准 也是要设定一些门槛 不是说每个男生对你有信心 你就会接受 接受 所以如果你有些门槛的话 你也是要有一些 boundary 有一些 界限 这样的话呢 你才可以 划清界限 这样的话 你筛选 你的伴侣的时候呢 会比较清晰 有些时候 清晰也是 舒服感的一个前提 如果你的思维不清晰 你的思路不清晰的话呢 你会非常陷入 这个迷茫的这个状态 这样的话呢 就容易被 被爱情摆布 你说我优秀 可是我十年前的时候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根本不优秀 我有很多 家王的 女生啊 可能我对她们有兴趣 她们也是对我有兴趣 可是当时的我呢 自信心 非常非常的弱 所以我没有那种自信心 我没有那种底气 那时候 所以呢 更优秀的女生呢 我就更害怕 因为我 不是说男生 会有一种 这样Ego 就是说 他们跟一些 比较优秀的女生 交往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有一种Ego 他们会觉得一点 比较 不如他人 对 一个inferiority complex 可是 当时的我 我是觉得我 我没有做好准备 对 因为男生呢 无论 说白的 我们也是有 为女生提供一个 提供一些 诈顾 也是有这个资源 可以去支持他 所以呢 如果一个男生 他没有这个 他的这个 基本功夫啊 没有做好的 他的基础 他没有打好的话 他就无法去provide 这样的时候 我当时的 真的是很迷茫 所以也是受了 很多伤害 是做了很多 错误的选择 做了很多弯路 所以我是 在新加坡 或者在亚洲来说 我是比较持婚 持婚 36岁的时候结婚 36岁 我爹地也是 但是在现代 已经不迟了 真的 在现代 对36岁 真的不迟 因为越来 大家的结婚年龄 都越来越迟 我觉得 Cowen刚才说到一点 我很认同 也就是我们 经常都在提倡 观众 就我们的这些 这些女孩子 就是要有自我意识 对 就是一切 都是来自于自我意识 对 从你知道自己 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从你知道自己 不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一直到你设定 你的他的界限 你的standard的时候 你知道哪一个男孩子 是你要的 哪一个男孩子 是你不能接受的 那时候你的那个 价值感才会出来 对 是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女孩子 男孩子也一样 刚才Cowen也是说到 他十年前的这个经历 他也很迷茫 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的时候就是觉得 自己没有底气 然后也走了很多很多 对 对 所以自我意识是 一切的基础 寻找爱情 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的成功 的一切的基础 这我意识是最重要的 那刚才Cowen也是有提到 就是当一个男生 就是你之前十年前 你很迷茫嘛 你也还没provide 你不能够provide的时候 当一个男人 他还不能够provide 他会很害怕 进入一个感情嘛 对 这样 那对一个男人而言 他会在什么时候 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 可以进入一个关系呢 他什么时候 会想要稳定下来 哇 这个问题 其实比较复杂 就是说 这次真的很难知道 你是否已经ready 你已经做好准备 那有什么 有什么 可能他的人生当中 有什么样的measurement 让他可以metrics 让他可以去说 OK 现在我已经要准备好 可以找对象了 首先当然 当然说的 说一句白话 就是你的事业 要要要打好基础 所以如果你是要创业的话 也是要 打好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要创业的时候 你也是要知道 你要要设定一个期限 说你可能给你自己 两三年的时间 去尝试 创业 开建公司 自己做生意等等 你是需要一个时期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给自己这个时期 为什么要给自己 这个时期很重要 是因为 如果你没有给自己 这个时期的话 你可能往往会 很容易被distracted 就是说 你想要做很多这件事情 可是你想要做 很多这件事情的时候 前提就是 你的思路不清晰 没有focus 没有focus 而且你也是没有打好基础 这样的话 你会非常的容易慌张 对 所以你在 你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的话 这个可以在你的 你的言谈举止 看得出来 就是因为你的 你的思路不清晰的话 有些时候你是 如果你在爱情上受到了一些挫折 你就会很受伤害了 可能他没有 他没有回复你的 你的sms 没有回复你的whatsapp 你就开始有意 你就开始胡思乱讲说 为什么他没有回复 我的sms等等 所以 如果你处在这个 比较紧张的状态 你也是会把这些女生 吓跑的 所以呢 你的基础要打好 第二呢 就是说 前提如果你 你进入一个 一个感情 很多人就是 以一个比较自我的 这个 这个 怎样讲 这个导向 这个自我利益的 这个导向 就是说 我可以 我可以拿到什么 可能说 哎呀 我跟这个比较漂亮的女生出去 我会 我会受到我朋友的羡慕 或者我会得到 对面子上 或者我会 我会觉得非常开心 就是你 你会比较关注于自己 可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 你是比较关心 关怀那一个人 这样的话呢 你会 你会以他 你会设身足地 立他 有一个立他的这个精神 所以如果你 你的基础打好了 你有这个立他的这个精神呢 当时你就懂 你是比较ready了 对 如果你还是处在一个 个人利益的这个导向呢 我觉得 你根本上是not ready的 因为你的 你的快乐是否呢 就是处在于 就是给这个人摆布 就是他回复你 没有回复你 他跟你出去 没有陪你 你就开 你的心情就波动很大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做好准备 可是如果你 你可以 以他人为中心 而且你会 如何怎样去 爱护他人 关怀他人 包容他人 这样的话 你就是要 你做好的准备 哇 我觉得就是 一个男孩子 要怎样 就是准备好的男孩子 我觉得他能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How much I make 我赚多少钱 OK 第二个就是 我赚多少钱 男孩子就是需要钱 第二个东西是 What I'm going to do 就是我接下来要做是什么 我的direction 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我的what's my plan 是什么 我可以回答得出 就是我知道 我接下来要做这件事情 我可以回答得出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 What can I give What can I provide 如果一个男孩子 回答不出 这三个问题的话 他就是not ready 一个男孩子 真的可以回答出 这三个问题的时候 分析他是会ready的 哇 我觉得 我觉得从这一个分享 我们的观众朋友 已经可以 收获很多 他已经懂得 怎么去辨认 这个男生 有没有ready 为什么这个问题 这么的重要 关于男生 什么时候知道 他会稳定下来 是因为 有很多时候 一些女孩子 他认识的这个男孩 但是他认识的 这个时机不对 他可能是一个 很好的男生 很有趣的男生 可是 不管 再怎么去 推进这个关系 这个男生就是 没有想要去确定 没有想要 move into一个 seriously的事情 可能不是你的问题 不是女孩子的问题 有很多时候 有可能是 他自己个人 还没有准备 可是最重要 就是这个 女人不是去追求男人的 对 女人是要被男人追求的 对 所以如果你 如何去提高 你自己的条件 让男人去注意你 去追求你 这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不是说 你是去追这个蝴蝶 你是要 摘 一盆花 然后吸引那个蝴蝶来 对 你就是那朵花 就是把自己招呼好 把自己灿烂 然后 bloom 你就能够吸引到 那些蝴蝶了 这才是你的工作 对 对 你不是去追求 对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可以让女孩子 更加的了解 角色 角色 对 没有就是男生呢 他自己 自己个人 他自己的那个状态 会影响 他有没有想要 进入一个 serious relationship 嗯 那所以哦 这个社会呢 通常我们都会说 社会对女人呢 有很多很不公平的 这些看法 但其实我认为 社会呢 也对男人 有很多不公平的 呃 看法 是因为我们 社会从小就灌输 男人必须要 流血 不流泪 你不是一个大男人 你是一个男子 他你不可以展示 自己脆弱的一面 但是男人 其实他也有 自己的脆弱 他也有自己的情感 那 所以当一个女孩子哦 他一直不断地去抗拒 男人表达他自己的 真实的一面的时候呢 男人就会越来越 封闭自己 然后后来 可能男人就会用 一个错误的方法 他就可能偏向于 去使用一些大算数啦 嗯 还是得到男女人的 这些注意力跟爱慕嘛 所以扣问 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心思比较细腻的 一个男性 那你认为啊 当一个男人 他想要真实地去 表辱自己的一面的时候呢 女性应该要做些 什么样的反应 哇 这个话题非常的 拉开来 说非常的深 第一呢 我觉得 我觉得 现在我们社会呢 很多这些短视频啊 在Instagram啊 在抖音啊 TikTok啊 就是 灌输 就是呼吁我 我们不只是男人 就是 就是整体上的人 要Be Vulnerable 要把最真实的一面 带出来 可是 可是话题 全体就是 当人家把最真实的一面 带出来的时候呢 你是否有给予 他这个心理安全区 去分享 如果他们 分享的一半呢 如果你去 去把他打断说 哎呀 不要讲这些负面的事情啦 可能 我们吃好吃的东西 这样的话 你已经打断了 他这个分享 可是他可能就觉得 哦 不要分享 可是男人 你讲的非常对 就是男人 也是有情感 其实不只是男人啦 人 大致上 都有情绪 可是情绪呢 可以分为 三种大的情绪 一 就是 身体 二 是恐惧 第三 就是 悲哀 因为我们 灌输男人 流血 不流泪 所以我们很多男人呢 觉得 哦 如果 表现出悲哀呢 是个比较弱的一个 一个表示 所以我们就把它 cut掉了 我们就把它 封闭起来 我们不要去 表示我们的悲哀 然后就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要去 表示我们的恐惧 因为一个男人 如果表示恐惧呢 就不是很威猛 这样那个女生 就觉得 哎呀 这个男人不可以保护我 所以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悲哀 跟我们的恐惧 转变成 生气 因为愤怒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 肢体员会比较大 可能呢 我们会 站得比较 比较 比较稳 可是生气的 生气的这些标签呢 也是 不是很 很 很健康的 就是长期的 这种愤怒的 这些表 表现呢 会导致于 你所说的 toxic masculinity 所以有些时候 男生呢 他们跟自己的愤怒 也是有一种 爱 爱与恨的一种 一种 一种关系 他们不能去接受 接纳他们自己的 愤怒 他们不可以去接受 他们自己的 情感 自己的情绪 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表现 他们表现情绪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 不健康 有些时候呢 是会把女生 吓跑 所以 我们往往觉得 我 我读过一本书 叫做 Receiving Love 在这本书里面 它的这个理念呢 就是说啊 其实啊 谈恋爱呢 跟娇娃 是一个 互相疗愈的过程 不仅仅是一个 互相讨好 互相 让对方开心的一种 一种过程 而且是一个 互相疗愈的过程 所以如果说 你们吃饭的时候 你问 你今天如何啊 工作如何 可能如果那个男人 跟你说 我今天不好 被老板骂 这就是 他已经打开 他的心房 他已经对你 有一种信任 他可以表示出 他自己的情感 所以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表示一种 好奇心 就是说啊 为什么呢 你的情绪如何 你希望你老板 为你做些什么事情 不要 尽快把他打断说 不要去讲这种 不好的事情 我们今天吃好吃 我们去看电影 这样的话 那个男人就觉得 OK 我不能跟你分享 改次我就不要分享 他就会 keep to the self 所以这些小小的动作 非常非常重要 有些时候 我们就是在 无意识中呢 会做出的这些动作 会造成其他人 封闭自己 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男生也是需要 跟他们自己的 情绪交朋友 所以如果你可以 给他们这个空间 这个舒适区 这个安全区的话 他们真的可以 唱所语言 他们可以比较 去坦诚的 打开他们的心房 这样的话呢 他们跟你 在一起的话 觉得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适 但我才会觉得 这个女孩子有吸引力 对 才是对的人 适合的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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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让那些男孩子 可以更自然的做自己 他感觉到舒服的时候 你在他的面前 印象也是会加分的 对啊 而且如果他可以比较舒适 坦乱自如的表现自己的话 你也是会对他有一种好感 因为你会觉得 这个男人越来越舒服 他越来越舒服的话呢 他是会给予你这个舒适区 给予你这个安全区 去表现你自己 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些什么情绪 你想要跟他分享 他也是可以聆听你 听你 对 很重要 这个产生这个同理性很重要 因为我们心理学 这所谓叫做neural coupling neural coupling就是 跟一个人产生一个 同理性的时候呢 你们会有一种 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感觉 对 会有一种非常 亲密的这个关系 对 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闺蜜一样 我们跟我们的闺蜜分享 很多坏话嘛 很多自己不开心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建立 这个亲密的关系 同 team的同 team 对啊 这就是我啊 因为我是个比较 感情丰富的一个男人 所以感情丰富的男人 也是比较浪漫 对 我是个浪漫主义者 对 所以浪漫的这个负面呢 这个反面呢 就是有些时候会比较 有一种控制 就是control freak 控制女 控制女 对对对 所以因为 如果一个做的事情 就要做得漂亮亮的 才会浪漫嘛 对不对 就是好像要求婚 也是要做得非常漂亮 可是他的负面呢 这个反面呢 就是控制 控制狂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 你要要求一个男人 浪漫的话 你是要 去鼓励他的这个浪漫 然后呢 也是帮忙他去 let go 他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 对 在工作上啊 在家庭上啊 他可能会有一种 一种控制狂 所以如果你让他比较 比较舒适的话 比较轻松的话呢 这样的话 你们也是 你们相处起来 没有那么多冲突 互相接纳 如吾玉所说的 非常重要 对 嗯 这是一个 很不一样的角度 很不一样的 一个心思 哇 Covain真的分享的 非常非常的坦承啊 很深沉啊 我觉得女孩子 真的会收获很多 嗯 嗯 好 那 从你的观察当中啊 你会如何描述 当前时代的男女感情 你会给予 她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以让她们成功的 寻获 理想的另外一半呢 就是现今时代 哦 现在呢 现今时代很多人 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焦虑 所以呢 我们其实寻找的是 如我观察所说的 一种舒服感 一种轻松感 嗯 如果我们可以在 在彼此的 过程中 就是在交流的 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觉得 轻松呢 这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 所以我所说的 就是 就算说 嗯 刚刚交往的时候啊 刚约会的时候啊 不要太过的认真 嗯 有些时候我们 好像说约会的时候 就像 就像工作上这样 好像去印证一个工作这样 有一种比较认真的 一个态度 好像一个 有一个KPI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我们要 check the tick box这样 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 反而比较机械化 机械化的话 我们就不能破冰 拉近我们之间的 这个距离 所以这样的话 有些时候 比较不轻松 比较不自在的话 渐渐的 你会对这个感情呢 没有这个好感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舒适跟轻松 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寻找一种安慰 在这个比较VUCA的 这个世界呢 我们寻找的就是 比较轻松的 这个状态 嗯 哇 我非常的认同 嗯 对 所以因为 我们 我们 当我们越来越好 当这个时代的女人 越来越优秀的时候 他们对于寻找 另外一半的要求 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女孩子 都会带着 出去见面的时候 都会带着 一个list的 一个check list 到底 这个男生 有没有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 就会对他人的要求很高 对自己的要求 也同样的很高 所以 你说到对 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就因为这些 对自己的要求 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焦虑 嗯 我们担心好像 我怕我选到的 那个不是最好的人 我担心我会做错决定 我担心我未来的感情 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越担心 反而越容易出错 越担心 反而越多坏事发生 越多糟糕的事情发生 但是当我们放轻松 我们最自然的状态 去跟别人相处 去认识其他人的时候 反而是好事 才会发生 对 其实有些时候 情绪是非常 会感染到其他人 因为如果你比较紧张的话 你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另外对方也是会 有一种比较紧张的一种感觉 有些时候我们如果 好像有一个checklist 有些时候对我们的异性 有一种比较过高的期待 我们有一种叫做projection 我们心理学家叫做 投影效应 投影效应就是说 你会把你自己最空缺 或者你自己的一些思维 自己的一些想法 投影在对方的身上 好像说如果说 我小时候可能缺少父爱 所以你看到一个非常会照顾 非常勇猛的一个男人 你会就把你这个 缺少缺乏父爱的这个伤痕 投影在他的身上 你会觉得 我找到了一个会照顾我的男人 或者如果你对一些男生 可能如果缺乏这个信任的话 你也是会投影在他的身上 就是说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要 我们非常要mindful 就是我们是否在 我们对方的身上 有这个投影的效应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在交往的时候 最重要是要表示一个 比较轻松的状态 因为你轻松的话 你也是给予你的对方 这个空间去欣赏你 对 如果你要控制整个过程的话 你太过于紧张的话 你太过于这个焦虑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这个空间去欣赏你 他们也是不可以轻松的 轻松自如的去交往 去认识 所以我觉得Koven看来 他分享他跟他的妻子 去的约会 那些过程 那个设定 其实很内藏玄机 对 就是让双方都可以 很自然 很舒服的状态下去认识 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游戏的 这个思维 游戏思维 gamification 对不对 如果你把交往 看成这个游戏这样的话 然后你就会比较轻松的事 所以就是说 我去交往的时候 业会的时候呢 不要太过去认真 说我可以吃饭 看电影 看电影基本上就是两个人 安静 看一个图影机 看一个屏幕 这样的话没有这个交流 然后吃饭的时候 过程中会比较尴尬 你不懂要讲些什么 你不懂 问题太深 因为你们没有共同的一些经验 对 没有share experience share experience 对 所以你如果一个共同的经历 好像说 做一个同样的活动呢 这样的话呢 你就把整个过程 好像有一种 一个游戏的思维 就是gamification 这样的话 好像是还蛮好玩的 这个游戏这样 我们也是互相 互相绩效彼此 这样的话会比较轻松 轻松是我觉得 交往的最大的一个 一个死 一个状况 轻松自然可以做自己 其实不只是交往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做我们 我们在工作上 工作场合上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自己的这些潜能 我们自己的这些特征 我们的强项 当然会比较轻松 可是如果我们做一些 比较不舒服的东西 我们当然做起事来 就不轻松 我们做起事来不轻松 前提就是不轻松的话 我们一定做事情 一点紧张 紧张的话 就做得不好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 女孩子去约会的时候 别有这样多的 expectation Just enjoy Go with the flow 就让所有事情 自然的去发生 其实有一些事情 就是有些时候 女孩子在讲我的时候 也是想要去成就他人 就是说如果他觉得 这个男人穿得 不是很好看的话 他就想要去 给他一些建议 一些提议 好像要change 他的 wardrobe 有些时候 女生也是不要太过于 这个提照 这种事情 有些过程是要慢慢的 去感染他人 去影响他人 去激励他人 其实男人 跟女人交往的时候 也是需要女人激励他们 因为有些时候 男人在职场上 在工作上 在商场上 有一个战争的比喻 这个metaphor 就是好像是去打战这样 所以如果他打战的时候 如果他回到家 或者他跟他的女友 交往的时候 也是好像在打战 这样的话 这样就不轻松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 他可以多激励他人 就是说 给他一种鼓励 给他一种激励 或者你好像说 你阅读了一些视频 他给你一些激励 一些inspiration 也是不妨跟他分享 就是发给他的whatsapp 发给他的微信等等 说 我今天看到的这个视频 非常有激励的影响 所以我也是希望 你今天可以用这个思维 去面对你的工作 加油 fighting 这样的话 那个人会说 哇 这个女人真的是很 她对我的工作 她对我的生活 也是有一种投资 也是有一种兴趣 所以这样的话 她觉得这个女人 会激励她 会鼓励她 会跟她一起拼牵作战 这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些时候 女人也是没有这种想法 因为如果你对于男人 有种期待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这个空间 去激励她 如果你对一个男人 你想要去改造她 也是没有这个空间 激励她 因为这样 如果你想要去改造她 你不是她的女朋友了 你是她的妈妈了 你不要作为她的妈妈 男人不要 找的不是个妈妈 她找的是一个 一个跟她一起 可以建立一个 未来的一个 一个伴侣 是 男人要找的不是妈妈 女孩们 把你的那些 妈妈的特质收起来 以后改造你的孩子 我觉得女孩子 很多时候 她们不是刻意的 要去改造男孩子 就是一个很自然 本性 本性 可能女孩子 跟女孩子 再出去 对 她们都会 你这个衣服 你可以怎样穿 你可以怎么打扮 对对对 我们都会互相给建议 所以这个本性 可是男孩子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 其实女孩子 不需要给男孩子 好像解决方法 反而是那一种 激励 You can do it 加油 就是会给男孩子 很大的那种鼓励 对啊 如果好像说 如果你对她的穿着 有些批评的话 她可能就更不会 想要去做了 可是如果你要去激励她呢 最重要就是 你要给她这个 这个场景 这个context 如果你改变她的context 她自然而然会 想要去改变 为什么 因为男人 有些时候 她想要买 如果她有一个女朋友 就是 我们通常 交流婚 不可以换女朋友 不可以换妻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男人 就换什么 换手表 换车 换房子 等等 这是比较容易换 对不对 对 所以为什么男人 会想要去换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在 可能在网络上 在视频上 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了他 其他的男人 有这个手表 有这个 这个 脚踏车 这个比较贵的 脚踏车 有这个新的跑车 等等 所以他们 可能 男人跟男人之间 会有这种比喻 他们会有 想要有竞争力 对不对 他们就 自然而然 会想要去改造自己 可是如果 身为一个女生 你会说 哎呀 你的穿着不好看 要穿得比较美一点 这样的话 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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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没有受到鼓励 没有受到激励 这样的话 然后就觉得 你在批判她 这样的话 她就可能 对自己有一种自卑 她就不想要去改变 因为人家成长了 不是因为 他们被骂 而成长 而改变 人家是因为 她被爱 她才想要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她会 她会向善 向上 这样的话 她才会去 她才会去 充实自己 因为我 我读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 英文 我用英文章 People don't change because they are judged People don't change because they are told to People change because they are loved So 我觉得 这是非常重要 Wow Wow So don't judge don't tell him love him Yeah Wow OK Bye 哇 我觉得很深 哇 那 接下来我们来到 我们的last part of我们的last period OK 每一个last period 我们都会用 这个方式来结束 OK 我们这里就有 一到十 十个不同的题目 好的 那你可以 从中 我们会选择三个问题 然后来回答 OK 那这个问题 你可以用很简短的 一句话 来去回答 一个字 一句话 来去简短的回答 就可以了 OK 好 那第一个号码 你想要选择的是 我觉得很多人 应该没有选择四 因为中文四 是一个不好的号码 所以我就 一一要选择四 好 给自己挑战一下 好 四 那四呢 的问题是 你通常会用什么方式 来表达爱 表达爱啊 好 表达爱的方式 OK 好的 因为我的love language 就是不是affirmation 所以我就会去 去赞美 我的 我的棋子 可是有些时候 因为我也是 对她的过度的 的期待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一点 我是很惭愧 我需要多多的 去进步 OK Next number 一般人 因为 因为 选择八 我就不要选择八 我就选择 一个prime number 7 7 7 OK 好 第七 从你的感情中 你认为 你学习最大的人生教训 是 哇 我喜欢她的 那个直接的反应 每一个人将会问到这个问题 都会有 哇 你是说我以前的感情 还是现在的感情吗 每一段感情 就是从 每一个感情当中 在你的感情这部分 你得到 你收获到的 最大的人生教训 哇 人生教训 其实 我觉得 最大的人生教训 就是我 每段感情 都抵律我一个 需要修的功课 所以如果有一个成长性思维 我就不会去 骗车自己 我会 以一个比较 客观的态度 去看待每一个感情 就算我受了很大的伤害 可是 我需要去修的 一份功课 所以我每个感情 都给我带了很多 新的启发 新的 新的 蜕变 所以我 这是最重要的 好 那你还有 最后一个数字 好的 一 一 OK 哇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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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了 现在 OK 好 那第一呢 是 你对 对你而言 什么是 幸福 哇 其实我的 我的回答 可能会比较另类 其实幸福呢 就是你可以 做你想要做的东西 因为很多 很多人觉得 幸福就是要有 更多钱 幸福就是要有 更多爱 等等等等 可是 我们没有这个客观的 我们不可以去 数字量 我们不可以去量化 爱多少 钱有多少钱 可能如果你 你不能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没有这个自由的话的 也不算是一种幸福 所以好像说 我想要去学籍性 我就飞去伦敦学籍性 我想要去旅行 我就去旅行 我想要做些什么 我就做些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 当然 你做的东西 也是要有一种 Moral values 不要说你要去杀人放火 或者你在外面灭花热草 等等 这就不太好了 可是说 在within moral standards 如果你可以唱所缘 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东西 这就是幸福 哇 嗯 好 那所以我们 我们的podcast呢 就来到了尾声啦 在这里我们非常地谢谢Covain 今天来到我们Lessbureau 跟大家唱所欲言 我发现他很喜欢唱所欲言 这个东西 他很喜欢就是自由自在地 可以表达自己的 这一个 这个词啊 所以谢谢Covain 来到我们Lessbureaupodcast 谢谢你 为我们的观众添加了很多的价值 他们必定会收获很多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非常 非常非常荣幸 非常缘分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 多了解我的话 也是可以添加我的linked 添加我的instagram 我们都会放在连接下面 对我们都会把嘉宾的这个资讯 放在连接下面的 所以大家想要认识Covain的话呢 你就可以需要 这个description下面呢 去找到Covain的profile啦 我非常喜欢受到听众的这些来电 所以如果你们有些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想要对我发问的话 你们也是不妨在这些 以下的这些平台 给我发问题 谢谢 好 谢谢Covain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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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